大家好,我們是BJVTN Team P 大家剛才欣賞了BRFight先鋒號角速飛行國度 大家開心嗎? 開心 開心 然後我們今天的MC是 你覺得你的國慶假期該怎麼度過 然後從天陽開始吧 那就由我開始吧 大家好,我是BJVTN Team PJVTN 感謝大家來看BRFight的夢魘 謝謝大家 趙天陽 趙天陽 祝我們高雅周年快樂 謝謝大家 趙天陽 謝謝 趙天陽 謝謝 謝謝 趙天陽 謝謝 謝謝 趙天陽 謝謝 趙天陽 不用,來,哥哥換音樂我準備好了 好 如果你們會唱的話可以跟人一起 真的 感謝有你 趙天陽 趙天陽 和我多做自己 趙天陽 我感到老母我自己 趙天陽 感謝你 我看阿龍 你也會聘心 也不要笑得太大胜头 谢谢大家两年来的陪伴 我也不会说什么特别煽情的话 这支舞就送给一门了 我11加7怎么的 我理想中的11加7 我在上台之前已经跟小曲说过了 我理想中的11加7就是躺在床上 然后从我的天花马上哗哗往下掉钱 打死你 我愿意 然后就这样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我是BJ48TV的沈小爱 谢谢大家 来看我们BJ48的公演 谢谢大家 耶 赛道 堂堂上天天堂 智存在四方 其五星飞扬 各生高有堂 神小爱 我们想你了 谢谢 谢谢 沈小爱 谢谢 沈小爱 谢谢 沈风子 谢谢 沈小爱 谢谢 沈小爱 谢谢 沈风子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国庆假期 我觉得其实这个国庆假期 我这一次是在房间里蹚了三四天吧 具体为什么要蹚三四天呢 因为十月八号才发工资 没错没错 过于真实 拿到工资发现自己还是需要躺在中心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还好 就是躺在床上也是很难能够拥有的一件事情 因为前面一个月好像还挺忙的吧 就拍MV啊什么的 反正就还蛮忙的 然后终于能够躺在床上挺开心的 然后我这三天来呢 我看了一本小说 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 他的名字叫二哈和他的白帽师尊 对 推荐一下给大家看 推荐一下给大家看 然后我觉得 什么类型的啊 是当美 那我最近可看了太多了 我喜欢看个武侠的你呢 古代的那种 有有有 回去发给你 听那个名字 我以为是那种搞笑很治愈的那种 就反正 看得少听着就很影响了 就很可爱 对 然后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BJ4T 听B的张沟慧 现在来看我们今天BFF的工业席的家 耶 谢谢 再度 五中生有好神奇 祝贺老师当粉丝 十八功德发不了 今天卖上真努力 张沟慧 他家主委 我宣布 杀慕 你宣布啥 谢谢 谢谢 张沟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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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想要的假期的话 我就特别想去迪拜跳伞 然后呢在跳下来的锅中 在跳下来的当中 把我兜里 跳下锅你要跳进锅 就是在跳下来的当中 在跳下来的锅中大喊一声 祖国其实这么年华丹威乐 然后听我说买 然后从我的兜里掏出一面五星红旗 然后打在手上 然后用那个 它不是那种跳伞会有跟拍的吗 一般 然后记录下来 对 这事你不在迪拜演的可以实现 对啊你在中国 就因为迪拜的可能 那边的那个跳伞比较高一点 高空 你想要多高就可以有多高 其实你去我们就是那种玩蹦床的那种 那种梅花装的那种跳伞 也没感觉有多高 然后从这五星红旗 我爱你 但是那个不高啊 你不能抓拍到啊 以我们的摄像技术的话 你这辈子为人拼过命吗 不然就活不了 对 对 差不多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BG方姐 听闭的孙老爷 感谢大家来看我们BG3的公演 谢谢大家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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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月 周晓月 谢谢 周晓月 谢谢 周晓月 然后我的话 我觉得我国庆过的就是我挺充足的假期了 因为我觉得就每天休息的也挺好的 然后恰巧我也有一本小说要推荐给大家 我 你不要说了 我知道 那本小说很好看的 张文慧都为了她去下载也去劈劈看了 我看完这我就后悔了 叫做 她应该要跟我杠你知道吗 她说你推荐的小说没有我推荐的好 你看三个话都跟我要链接了 对啊 叫做 哇 知识正版 不等一下 最识正版 焦蛮甜心VS雪族酷王子 特别好看 真的 这个小说的类型是我看过这么多小说当中最喜欢的类型了 我那种七彩然后微笑的时候眼睛是粉色 不是那个 那个 我记得在很多很多个月之前 你是不是还向他们推荐过什么圣鹰什么什么贵族学院 不是圣鹰贵族学院 是苏格拉斯贵族学院 没有什么区别在我听台 反正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她很好看的 她很长 我看了三天只看了16% 我还打算继续看下去 等会的观后感吧 谢谢大家 接下来请下个小伙伴吧 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BJ和T&P的杨夕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BUFACTOR公演 谢谢大家 耶 我们在动 杨夕 谢谢 杨夕 谢谢 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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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说我要好好营业 结果放假了我就消息了 这个就是 就刚好打脸 然后正好在家 然后就是 因为我自己有宠物嘛 然后我就觉得挺好在家 然后没法顾思 然后在家吃家里的喝家里的 然后还可以陪宠物也挺好的 然后你知道吗 在放假期间我特别想看小说 是因为他们说小说我想到的 然后我特别想看小说 然后我跟我妈跟我朋友说我要好好看书了 然后呢我还下载了一个就是看书的那个APP 然后我打开一看我后悔了 我朋友还在旁边看着我 然后里面都是什么天使 王子殿下 我又想到 你知道吗你刷一圈微博会有那种营销画 发那种什么 他那个什么 十年之后带着孩子回来寻仇啊 什么之类的那种小说 但是不是我看的 就是摄像眼拿我手机添加了好多 他喜欢的书 怪不得 刚想问你是不是摄像眼给你推荐 对 然后我朋友说 你平时就看这种书啊 他是不是会跟着那个浏览记录给你推荐的类似 不是 是他自己添加的 他为了就是 让我也看一些他看的小说 然后我当时就想把这个APP卸载了 因为我觉得太丢脸了 你知道吗打开那一瞬间我好尴尬 有朋友说你就看这种小说 对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BJ凤烈 Tim B的徐美玲 感谢大家来看今天的 Bio Fighter公演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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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 什么 你干啥呢 我说那个好可爱啊 对 然后我想给你摆短花 你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过于可爱给你云的手 不是你知道吗 从我这角度看你的发型 我想起来像谁了 为什么 感觉像假发你知道吗 就很像那个 你看你看过那个吗 就那个动漫人物叫小鸟有六花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从这个角度看着非常像 你这就像发脖子夹了 我吓人 但是是真的头发 但是很像假发 就说明一发就很好了 嗯行 好好 然后说到 理想中的国庆假期 该有什么样子的话 就是 想象中就是 十月一号那天 然后 我能够坐在天安门广场上 看阅兵 然后十月二号那天 我可能就在夏威夷晒太阳 对 这是我期待中的国庆假期 但是 你现在的 心情 对 心情可能就是 不是 心姿 心情 要这样说 心情 然后现在的心情可能 不是很能支撑 就是完成这样的想法 对 然后 活在梦里 梦里正好 梦里啥都有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BJ 方列听B的 秦宇文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不要发展公演 谢谢大家 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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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我骗呢 声音又骗自拍啊 我在哪儿骗啊 就对的嘛 大家唱完歌 那个 对的 传个头像上来很正常啊 互相认识 交会有啥的 对吧 以后方便一起来聚场 对吧 然后呢 说说国庆假期应该怎么 我想怎么过 我想象个国庆假期啊 应该是和大家一起过的 对 但是由于呢 就是 现在那个 什么 咱地度太严了 没办法让我们一起过 然后呢 就是 嗯 还有就是 国庆假期放松的时候 应该也不要忘记做运动 对 不然回来跳公演 你会 那个 送的老命的 就是这样 好 谢谢大家 耶 甜甜奶茶 甜甜的 舒丽 大家好 我是BJ48 听B的甜甜甜舒丽 谢谢大家来看BJ48公演 耶 甜甜 甜甜 谢谢 甜甜 谢谢 甜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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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理想中的假期就是 一天只给自己一次 下床的机会 就是上厕所 你一天只上一次厕所 你一天只上一次厕所 对对对 就是一天只给自己两次下床的机会 你一定要这样这么严格吗 憋得慌杂着吗 糖光温坏的 就是一次是吃饭一次 不是 不是 一次是上厕所 对 然后 或许可以同时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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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不用下床或许也可以完成 那可能是要在卫生间 吃饭 我说的我 就下一次床能干好多事 嗯 对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早上六点起床 然后到晚上六点 然后就下床了 你还能偷偿公演 对啊 就是 我觉得就是 这就是我理想的 我觉得应该也是大家理想的状态吧 对 然后谢谢大家 耶 那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怎么说了 是大家好 哦 对 哦 我不是平姑也不是金姑 我就是我 我是耸耸 对吧 我呸 不是 我不是金姑也 哦 我不是平姑也不是金姑 哦 我不是平姑也不是金姑 哦 就这样也就这样我 好呸 哦 我是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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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平姑也不是 我一点没说错 是你错的 没 看录播 我不是平姑也不是金真姑 我就是我 我是 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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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聪聪好想你叫来挺亲切的 其实 但是其实我一直没有赶过来 你知道吗 嗯 就是大家在叫君姑的时候 我一直怂 然后想怎么变了 老刘 我在你心中一想 一直没有变 就算我见了短发 就很 哦对 你们知道吗 君姑应该发了吧 啊 没事 就是遇到了奇怪的男人 先开始 没有先说 大家好 我是 我又往上 我不是平姑也不是金 哈哈哈哈 啊 我不是平姑也不是金真姑 我不就是我 我是 聪聪 大家好 我是BJ48 听你B李明君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今天B2番的公演 谢谢大家 耶 再来到 一鸣小鸣小鸣一夜 看你从未有眼见 天明志好一个短发美少年 再来到 长大鸣小鸣 短发天天美少年 大鸣今天也是感情变质的一天 老公 谢谢 哎 那那是弟弟还是媳妇 算了 谢谢谢谢 嗯 只问主题了 其实我的梦想的话很简单 不是国庆怎么放假的话 就是带着父母然后去海边 然后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 然后玩一圈大家可开心的回来 然后就在国庆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我国庆的时候我回家拔牙了 所以说就可能没有上那个 我也拔了牙 嗯 对 现在还有一个窟窿呢 对我也是 你知道吗 特别是吃米饭的时候 对 它不给我缝上 之前缝上那个好特别快 这没缝 然后它一直就一 对好像是下牙会缝上牙不缝 我拔的是下牙它没给我缝 你真惨 对 没有 就很个影 特别是我是吃米饭的时候 就米粒会往上面塞 塞到洞里 然后还 而且它会有一股那个就是那种水 那种什么水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就很 双羊手 我不知道反正 反正就挺难受的 然后就在这跟大家说对不起 然后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啊 你结束了 嗯 大家好 我是BJ4K TeamB的刘书贤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 耶 谢谢呢 快逼小哥很多忙 最最最爱小凤床 刘书贤 语音太好游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去发了 嗯 啥 刘书贤 刘书贤 那儿子让我说死他想你了 哦好谢谢 你上东哪儿了我听不懂 刘书贤 谢谢 刘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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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你一转,你不爱我,我心寒,我永远是你的小甜甜 谢谢 刘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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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理想中的国际假期就是有钱有闲 然后就是希望在我放国际假的时候 大家不要出去玩 不要跟我就是挤 就是让我可以带着我家人快乐出去玩一下 但其实还没有了 就是我现在连最低的标准都打不到 就是那种你好不容易放个假你回家 然后你妈就会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走 你还要在家再待多少天 你赶紧走行不行 你不来的时候家里也不乱 你一点活不干 你就天天在那躺着 你气死我吧你 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拿个手机回我们经济姐姐微信 你玩什么手机啊 你回家也不跟你爸爸妈妈谈谈心 你就叫我一天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 对 你算算你一天拿手机拿多少个小时 你还说你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 你天天躺着一天拿手机你能舒服吗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都是这样的对吧 对然后刚讲一下军东刚才那个事情 就是他不是剪了一个短套吗 就是很帅嘛 然后呢他在路上碰到一个帅哥 跟他说 哎帅哥 认识一下 加个微信怎么样 然后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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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啊 你要加我微信 帅哥打扰了 声乐 杉董 阿霞 你知道 很迷惑 我估计 ان那个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惊� actual 露熊 但其实好像好像全部想起来听说挺难找的 露熊 Mudium 不容易 。不容易 就这样 下一个小伙伴啊 就这样 谢谢大家 我没听懂 正好没听懂 每天出门大家谢谢大家 脑子 是 是 是银子 大家好 我是第一阵波特的 Team B的赵鱼涵 不要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 第一阵波特的公演 谢谢大家 耶 赛鱼 恭喜 张鱼涵 张鱼涵 谢谢大家 张鱼涵 谢谢 张鱼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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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然后去团建啊什么的 然后我还觉得挺有趣的 对 然后也挺希望这样 其实只要你去团 大家都会去 可以团团 我可以去澡堂的 真的 那个澡堂特别好 就是你可以在这里待24个小时 然后可以泡澡 你可以打个戏 然后还可以按摩 然后还可以吃饭 什么都能玩 但是我觉得其他都挺好 还有那种冰的 就零下好几十度的 还有那种热的 零下好几十度的那种 那可大家下好几十度 就变成变棍了 大家一起搓澡 对啊 对啊 就你给我冲冲 我给你冲冲 就感觉很好吗 不是 我觉得好羞耻 不是 你是一个在 在沈阳待过的人 对啊 在沈阳早堂 早堂文化这么丰富 你知道吗 我其实我们音乐会打算做一个 那个周边就是 就是 呃就是 就是 就是 聪早鸡一起吃吗 他们没有订到 因为我当时想特别好 就是聪早鸡上面印一个我擦 但是没有订到他们 但我觉得这个 这个想法特别好对不对 如果我们做了你们买不买 买不买 好 你们说了 好 那下次就是这个你组吧 就是你组 一定要组起来 大家见证一下老刘组一个这样的局 特别特别特别 对对 没有他一直在努力 但是就是组不起来 真的每天都很努力 他每天都在努力 每天都在努力 每天都在起你 八月曬来不来 王者荣耀来不来 所以今天晚上决战王者峡谷 好 但我可以陪你打人机 谢谢 我不是断一拳 现在这菜是有样 然后 然后还有就是想 感谢一下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 然后感觉时间也过得很快 就已经200场了 然后以后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然后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BJ4T 感谢大家观看BJ4T的观演 谢谢大家 耶 最后 成哥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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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哥 谢谢 谢谢 其实我理想的国际假期 就是我这个假期经历过的 就是 一直睡 睡得很饱 然后到起来吃一顿饭 然后再继续睡 对 然后 然后有的时间 如果如果最后透不下去的时候 然后再练一练就是舞蹈什么的 好用力 好用功 今天好像熬不咬羊 嗯 有一点 有一点 对 然后今天小爱就是说 刚好嘛 就是天阳喜欢扎丸子头 对呀 赵天阳是哪扎呢 哦 对呀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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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鹿角 就是为爱做饼 就是为爱做饼 不是 说的越多 也吃的越多 不是 我本来想染的是棕青灰的 但是她不知道为什么染在我头上就变成了这个颜色 我现在欣赏了 这样 我看看你们俩也来了好一段时间了 我来考考你们 能不能把我们的用力的钱都背出来 我们刚才欣赏了什么 来 先师傅度 对儿价 对儿价 然后 秀 还有 没了吗 没了 啊 他说完了 他说了一点一点点 在我说对儿价的时候 他说了一点点点 对儿价就只在日记行 不用提醒我 好 我都悬红了 我都悬红了 nice 然后呢 然后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就是 假期里头 父母一般对你会说什么样子的话 父母 对 我对诚哥说的最多的一话就是诚哥起床 父母 对啊 对啊 哦 诚哥是你的一时父母是吗 我是他父亲 我是你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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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然后 我的话 就在家的话一般就是很真实 我妈 我一般我回去之前我说 我妈一般会说 宝儿啊 你啥时候回来呀 就一般就这种语气给我发语 你知道吗 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什么走 快点走 就是回去之后 没过体验就开始 我爸妈也是 她说快给我滚 这也太真实 那快点回北京吧 可能只有我爸爸妈妈觉得 哎呀你再留两天吧 那你带的时间还是太少了 我妈都是给我发微信 然后给我发起床了嘛 然后就等我起来的时候 她就快睡了 我回她 然后等她看见的时候 她就可能 就已经要睡了 就不给我回了 每天就跟我妈的对话 就起床了嘛 起了 没有了 哦 说了这个突然想到前几天 就是我妈妈刚好来中心看了我 然后呢 对 然后我又刚好看到了段玉璇的妈 然后我就跟段玉璇说 你说 要不要 那个就是 父母交流一下经验什么的 就是因为我感觉好像 因为他们两个在楼道里头 我看到两位家长在楼道里头 有的时候会 帮我们比如说 导藤那个 导藤这个 然后我就说万一碰上了 然后都以为是 就是中心的阿姨就很尴尬 然后我就说 你说的字吧 成员到了之后 没以为是保洁的阿姨就很尴尬 没有 中心的阿姨她都属于就是 比较 比较年纪大 然后像 但是 但是你看段玉璇妈妈和我妈妈又不知道 对吧 也不知道哪些是保洁阿姨 哪些是成员的家长 所以我后来就说要不要认识 因为我怕见到面会就是 路过什么都会很尴尬 结果 然后结果我就发现段玉璇妈妈 自从进了段玉璇房间之后 就不怎么出来了 就是因为我平时就是还挺 就是在过道里头来回窜的 因为可能一会儿去到学校 然后一会儿去坐点滴 然后上去学 然后什么的 就比较平凡 然后我就发现 我妈是那种可能在我屋闲不住 然后一会儿跑好阳台 一会儿跑好洗衣房 什么的 然后段玉的妈妈就是给段玉 倒过这倒过那 然后后来 就仿佛一进那个门 就伸四海 我就看不到太远了 因为本来想叫阿姨 说阿姨有没有什么要吃的 然后我这里边有很多吃的什么的 因为我 我怕那个 就是阿姨这边就不熟悉食堂什么的 不知道该去哪吃什么的 然后结果也没碰上 对 我爸都没跟我说什么 但是我知道 我不是要去 就是我们在沟队带艺吗 我刚要去的时候 我忘了跟谁说 谁给我回来 你老爷们儿去人小姑娘堆的干啥 就是 我就觉得 这也太惨了 我觉得 凭什么 怎么了呢 他难道没有看到你圆圆的小脸多可爱吗 我是个小姑娘 但是 我是你爸爸 哎呦 你们俩真的是太甜了 真的是 甜甜呢 甜甜你在家也是家长会那个 他们就说你多吃一点 特别是我们 我知道 喝了个喜酒嘛 然后亲戚都说 你们家小孩那么瘦 不要虐待他 多给他吃点 我知道 都以为那个什么呢 你跟我说过 就是你爸爸妈会 就是让你一定要吃完 不能剩下 对吧 对对对 就是家教教业 我算是看出来 那张亚涵呢 我就是放假的时候 我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就问我回不回来 我说 我也不知道 我们可能还有公演 但是我想回去看看你们 然后我妈就说 哎我也想你了 回来吧 哎但是要买车票 哎呀好贵啊 算了算了你别回来了 然后我就在心里想 这是妈干事儿吗 我妈也是这样说的 我跟我妈说 妈妈我想回家 然后她那天一回来 我说我请加油扣钱 因为咱家太远了 我觉得我放着这家家不够回 我妈就说 那扣钱你别回了 对 如果我真的想回家的话 我妈妈都可能 给我买车票上回家 哇 我突然觉得 你们是不是亲生的 不 我是你爸爸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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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那个门了吗 我真要把你气出去 好差不多就这样 现在也请大家欣赏精彩的歌曲吧 谢谢大家 哎 谢谢大家 张宝贝 张宝贝 耶 我们刚刚欣赏了 华雅几经城跟辛梦七迹 大家喜欢吗 喜欢 然后深注的牛妈 有 来 来,我先来吧,糖醋排骨 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希望能继续支持我们,一起陪我们走下去,谢谢 我有一个声说,曾经也浪而今无良 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很久没有见到你了,然后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 然后没有了什么,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两个东西 特别是开心 这么快全打开了,台客人聊靠钱 一,说说听过了等级或队友最好笑的谣言吧,逼逼谁再更好笑 二,假如你和最好的朋友吵架了,你会怎么和好,还是让时间来淡化 三,队友谁跟你最有默契,对方是这么论为的吗,就算设计一下吧 四 拼演技 演看家庭的美丽 以老刘慧心 演艺 好呀好呀好呀 四 三 三 五 刘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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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吧 其实语梦梦里面没有我喜欢的角色 那你演艺是喜欢的 她是会演雪姨 就是这样 开门开门开门了 我记得你在家 我觉得Sins比较适合 你别躲在你屋里不出神 不出神 我知道你在家 比较适合断逸神 她很适合 对呀 语梦里面没有我喜欢的角色 那咱换一个嘛 小样是一个puddle总裁的导演吧 我的品牌 我刚刚你们都没看过 什么呀 我们还是说公主小妹吧 真黄状呢 那你带你来也黄埔修 我真的也没有喜欢的《爱情深与梦》里面 她是以你为中心 是把你带入什么角色 如果以我为中心的话 那我难道是那个什么伊萍吗 伊萍 我不喜欢伊萍这个角色 那可以你喜欢的电视剧里 你喜欢的人物 我喜欢的电视剧啊 对 那 不会是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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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很难演 对 要不然这样子吧 老刘演猪八戒 我们 不是 不是 我们演猪八戒 不是 我们演猪八戒 就是 就是 我们演猪八戒 对 要饶那种 那你们演什么 就是 我觉得好像 啊 来诱惑你吧 对 就那种五颜六色的自足景 不是 你们最近为什么要诱惑猪八戒呢 哈哈哈 那是唐僧吧 他是唐僧好了 嗯 那是唐僧 那是唐僧 他还挺禁语系的我觉得 可是唐僧不禁女色 我也不禁啊 不好意思 哦 你说哪个禁啊 禁止女色 唐僧 唐僧 唐僧喜欢女人吧 喜欢 哈哈哈 他不然呢 他喜欢 唐僧 唐僧 我占他跟孙悟空的CP 哈哈哈 那我看是那个大圣归来 那个 对对对 唐僧 唐僧不是四大街坑吗 啊 没有 他没有情谊 我也四大街坑 我玩游戏时候真的四大街坑 哈哈 哈哈 语如 就是我放每个大都不在别人身上 哈哈 哈哈 不管放几个大都不在别人身上 哈哈 就四大街坑 哇哦 厉害 那我们到底也有完美的 我讲讲 那从终于选择你喜欢的话题来讲 我可以配合你来说 那我能再阅读理解一下吗 来来来 就你们先说 阅读理解 我来告诉你阅读你来理解 嗯 说说听过 听过自己或队友最好笑的谣言 我觉得最好笑就是金箍那个啊 谣言 但我不听谣言 什么谣言 这不是谣言 是真的吗 是什么 就是那个一个男生 听说帅哥 交朋友吧 哈哈 说好几次了 没有 不是 小爱 你听说了没 金箍跟张语涵要搬到一起住了 哈哈 啊 就是吗 因为我们在换宿舍呀 对 那 银子你听说了吗 不是 哈哈哈哈 你想想想想 你听说了 突然听说了 突狗他们住起来有三年了 这个我早就听说了 不是啊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说什么 当时我们在那里聊天 然后聊到阎明君 然后呢 我说阎明君谁都喜欢谁 就是他不喜欢谁呀 就是他不喜欢谁呀 然后居宫说 我如果最喜欢那个张语涵 可是他要是 他要是能喜欢我就好了 是不可能的 我就拍了 就这个超真心感的 那个谣言 这绝对不是谣言 这绝对不是谣言 我亲耳听到 这绝对不是谣言 我记得当时还有谁在 我记得当时还有谁在 是不是那次突狗吃饭的时候啊 好像是 反正他超真心感 就是那个表情 虽然笑得 但是很落寞 很苦涩 我没有 我没有 我们要出来一起你们这样子 会让我们很尴尬的 有点什么才尴尬 谢谢你喜欢我 谢谢你喜欢我 好像是那种女主对男二长的 我告诉你们吧 张语涵刚刚跟我买了情侣手机壳 我无羡慕我哼 我们卫姓名是情侣的 头像也是 因为小艾现在看那本小说 是我推荐她的 然后我们俩都很喜欢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我就是男一太男二 我就是男一太男二 那本也是哪个 百无禁忌吗 什么 是二哈和她的白毛 我听见你了 你不看 我没有看那个 我让先君姑说完吧 就是你喜欢的调调 所以我喜欢的调调 好 那我说完了银子呢 我听过的就是昨天晚上 就是我去敲 我一公演结束 就去敲了曲美琳的屋 然后曲美琳就不给我开门 然后我在门口敲了一分钟 她都没有给我开门 然后我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 她说我没有穿衣服 然后我说那你就穿上衣服给我开 然后她就不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她为什么要在房间里不穿衣服 然后后来我直播的时候 然后说到一件事 大家就说 因为她在和老刘玩游戏 然后后来就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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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和她玩过什么不穿衣服的游戏 曲美琳 这样不会 我没有 真没有 我没有 但是我发现曲美琳最近跟寄生在你房间一样 我每一次从她 从过道路过的时候 她都是从你房间出来的 那是巧了 每一次 就巧了 你就不能几次啊 而且 不是 而且我后来跟她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刘淑贤身上全都是碎碎的毛 我能理解 但是你为什么你身上也全都是碎碎的毛 我喜欢碎碎步行毛 但是你身上有碎碎的毛 她身上也有碎碎的毛 难道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说明什么问题呢 她身上卤了一只毛 说明了 我知道了 说明张芬会比较KY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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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 好 是我的问题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和她玩过什么 我跟你讲 我实话是说吧张芸涵 我就不想给你开门 我就是在找借口 我还没说完呢 然后后来他们就说是因为你们在斗地主 然后谁输了就脱了一件衣服 哈哈哈 我们昨天试打上玩吗 不是 我们昨天试打上玩斗地主没错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组队的方法 怎么办 你们在看我 群里喊一声就行 裸洞啊 哈哈哈 这不是很正常吗 嗯 你们没有玩过吗 这种游戏 我不玩 输一局脱了一件衣服这种游戏 你们都没玩过吗 我没有 你们这么演吗 我们只玩过输一局 又给俩人画个蓝红印 对 我们没玩过 那我们不是玩过那种就是 就 就 那倒也不必脱衣服吧 不是啊 斗逸拳都玩过 哦 那就应该是你们队长之间的事情了 那张芸涵都会玩过吗 他们排几年 我不怕到底是我也脱衣服 哈哈哈 他每天都有呗 我之前每次去江峰会玩 为什么后来都不敢去张某会房间呢 因为我每次一开开门 张某会就是 就 找我有事吗 哟 哟 你来了 我不来 我猜见我走不行吗 我 你知道吗 他现在不仅在自己屋里 刚刚在后台 他就在那儿 他们在那儿跳秀的时候 他在后面光着跳秀 他对着那个监控的大屏幕 你知道吗 就开始光着 我觉得全关的是一回事 他中章关键是穿个裤子 然后另外外裤在这儿 我不要详细描述 真的 啊 给我这边子行不行 我换一个吧 换一个 就谁没脱过衣服啊 对不对 谁没脱过衣服啊 真的是 谁每天都要至少脱好几次衣服啊 这么勤快的吗 不就一穿一脱吗 你看你洗澡什么的 都要穿脱衣服啊 然后换睡衣啊 然后外出啊 也要换不同的衣服啊 但是我在房间 基本都是穿着衣服的呀 那是因为你穿着 你的性感上衣 当初乱化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 我即将要跟他一起住 我有点紧张 哦对 你们俩即将一起住 不要害怕 做好心理准备啊 好的 甜甜还好啦 甜甜真的就是 睡衣比较性感 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来自前任设有的 就是吊带 然后露露的那种感觉 没事 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先买一个 那个同款情侣的那个睡衣 就是比较 我们是情侣 我们是姐妹 哦 就是那种 同款的那种 就是不同傻的那种 哦那个闺蜜 对 闺蜜睡衣那种的 可以 亲子 对 亲子 小叶 是 老刘有一个小可的睡衣 我一直想买一个小鹰的睡衣 来压制它 你知道吗 我就穿那睡衣下去 签了一套工资条 然后那个哥哥姐姐们看到我表情 都说我天 就这样子吧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等我的小鹰睡衣到了 咱们一起下去签 那你想让我买小狼睡衣吗 你买小狼睡衣 对 我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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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她唱了性感的声音 对不起 我们今天搞快一点 对 因为一会儿还有逼我领带吃饭呢 对 好 那就这样 下次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兄弟吗 没有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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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眼先换你吧 玩哦 深刻听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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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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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 拼一段 啊 啊 我老刘没在我 老刘没在啊 他只适合上一支 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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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了吧 他在换衣服 他在换衣服呢 等会儿 宣姐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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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说一碗 那他从前都没有 听过自己最好笑的谣言吧 比比学得更好笑 哦 那这个有的说的呀 我正想说啥 你说有的说 没有 我突然想 我怕 我怕那个 被扣钱 没事你 这个谣言到底是什么谣言 是真的还是假的 谣言就是假的 谣言是假的 是假的 有可能也是真的呀 谣言啊 谣言他是部分真假 所以才是谣言 那查一下 这是大家处的话题 他们根本就不用查 他们就想听八卦而已 还是你懂 那这场少了小熊真是可惜啊 那我们要画一个 画一个话题 是吗 演一段家庭伦理剧 可是像秦深圳与萌萌这样的 爸爸妈妈看的我 谁说秦深圳与萌萌是家庭伦理剧啊 不是什么 是穷摇狗血剧吗 是吧 这个有问题 这个画题有问题 小熊有什么剧 你好骚啊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随便说吧 随便说吧 那就从阳心开始吧 不如我还没有看 不如我还没有看 杨欣她现在特别安静 我觉得她应该想好了 不是啊 没有 我在想 说哪个呀 你讲一个你想说的就可以了 那我可能会跳最简单的 谁的QQ声音那么大 谁的QQ声音那么大 最好笑 在造谣 啊 什么 我真没有好笑的谣言 对啊 没有 关键我也不是很八卦的人 真的 我要不然我先说吧 嗯 就是 我说 我说二吧 嗯 就是 合作 我跟我吵架了 你们怎么和好 做声音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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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气的时候就不生气 生气了就是你怎么劝都不会再回头了 就好嘛 不吃回头草的意思对吧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我特别爱吃回头草 我对新鲜的树和人都不感兴趣 那吃哪片草地的草呢 你也不是你这只羊和我这只羊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吃的不是一片草 看我都不知道就是对新的 就是我只练旧的朋友还有那什么 就我到现在都没有新朋友 你不把我们俩当朋友 我们这样不是你的新朋友 那我们不是你的新朋友 那不如你说说你和你朋友 那我右眼皮跳快打我 我跟朋友 扎爆现场 他要打他 你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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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哭 太疼了 太疼了 真的 先来感受一下 这种爱的甜蜜我们不配拥有 你不是 就是 你让清雯来打你一下 算了 我从都打人了 他对他自己都 我不敢 我不敢 因为有什么 挑战 小曲 你有没有什么想想的 当个谁 我 就是MC这五个没有啥想想的 我就是想说今天 今天我真的 杨欣我真的把你当成了好朋友 我子弹日记太拼了 我夏天照的时候就自己像个葫芦 我记得是你答应粉丝 要加一次 我没有答应他们 没有 真可爱的 对吧 对 真的 我在后面扎完那个头发之后 然后我们自己 是我先扎 然后我说我被自己可爱刀 我就记得你快点你自己扎 然后扎完之后 经纪人就在后台差点吐了 然后他开始疯狂揉自己眼睛 我说你怎么的呢 他说拉眼睛 小欣你有什么想说的 小欣你有什么想说的 可是我不跟朋友吵架 昨天还有写过我跟小妖吵架 你刚说完你喜欢吃回头草 这会儿又说不吵架 就是我们不吵架 这根本就没有吵架的机会 然后就永远不会分开 也不会那些什么分开 就永远不会 就永远没有吃吵的机会 对 吃吵什么 很和谐 张天晓 张天晓 我 谢谢大家 千万没说呢 卖清文 这五个话题我真的不知道说哪个 我真的觉得 你先说一个吧 那我说一个什么 那个谣言吧 适合你啊 你看大家都竖起耳朵了 都不玩手机了 搞得我都有点紧张 哎 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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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脑头只能讲自己的谣言啊 就是 就可能 我讲过近期我回家吧 就讲过父母对我啊 然后就是我回家嘛 不是 我们平常就是比较喜欢穿那种休闲装法 是吧 就穿的比较可能有点什么帅气之类的 然后我回家之后呢 我的父母就说 你 是铁梯吗 我都惊了你知道吗 他说出铁梯这两个错误 哎 哪儿学的哪儿学的 我没想到哪儿学的 然后你知道吗 然后后面我才知道 他们每一天都在上微博 关注我的动态 你不知道吗 我说不定他们都加了什么QQ群 你都不知道 你的动态里面怎么能学到这种词呢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关注了我就是现在工作的环境嘛 然后可能了解到 就是我一次回家 我妈悄悄就是在我们家里没有人 只剩我们俩的时候 妈偷偷问我 你现在心取消没有问题吗 不是 我觉得就是 就是家长 就是家长怎么说 他们思想比较传统嘛 然后又身在就是全 就是又看我以前不是这种款式 就是以前我都不款式 你以前是什么款式 就我以前是那种很小小小裙子的 就是那种 然后然后进团之后怎么 那个穿衣缝了一下就换了 其实就是觉得就是长大了 觉得穿绣线装比较舒服嘛 然后就换成这样子 结果看过来一句 你是铁器吗 我真的无语你知道吗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怎么说 而且还有就是在家的时候 他们老看公演 就老动不动就把那个秀啊 一直在客厅放啊 我都醉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更羞耻 我真的羞耻 我觉得不然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 在我本来上表演的时候不说 但是家里人拿着你这个东西 在那一直看 还有爷爷奶奶 外婆外婆 全都在那看 就很尴尬 然后秀文在那 是什么 耶 滚 然后我就说 不要说话 我真的自然很热 然后我现在觉得 父母还是尽量少那个 少关注我们的工作吧 你会不会就是在家 谈放的时候你说 我这套动作设计的怎么样 好吧 你给我点看一下 我一去就是 关掉关掉关掉 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什么 登登登登登 打拳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趴的那些歌曲 我赶紧给他们放出来看 然后安利一下我们队的小伙伴 来吧 那让我们看衣服优优优优 谢谢 谢谢大家